四名警察帶著一名體格撞書的男子 準備搭電梯下樓 只見他整整比旁邊的遠景高出一個頭 背著黑色後背包一臉剛睡醒 仔細看這名高中的男子 竟然是SBL前球星 簡佳宏 飲料和煙蒂丟得到處都是 好好的旅設房間 幾乎成為一座小型垃圾場 房門一開除了看到簡佳宏穿著球鞋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還飄來濃濃的毒品味 業者疑問三不知完全不知道 知名球星入住旅社 還在房間內開爬吸毒 和他在球場上的風光英姿 完全判若兩人 簡佳宏綽號簡雄身高一百九十七公分 體重一百零五公斤 比賽中主打中鋒還有前鋒 二零一年入選 SBL最佳第六人 前途大好行為卻不知檢點 去年在新北市永和因為賭博被抓 才對外聲稱要好好反省 沒想到事隔一年再度放案 根據了解 簡佳宏在這間旅社住了四天 卻沒有準時退房 手機不接 敲門不咧 業者才早來警方進入 簡佳宏被帶回後坦前吸毒 為他的籃球生涯 再多添加一個污點